好 那我就开始了 这样声音清楚吗 清楚 谢谢 吴教授好 各位语会专家学者好 今天很高兴能来报告这篇AI的机器学习 这篇最主要是我跟我的一群学生们 还有师大的网易吴教授合作 那题目是以机器学习分辨鸟名声的沟通与分类 那我们的问题就是鸟教授可不可以利用 我们很熟悉的自然语言这个方式来学习 那所以我们就是从绿秀眼 它的生理时期分类开始 当初我们在做这研究的时候 是有得到一个很厉害的资料收集专家 叫孙清松先生 他有很多的鸟类的data 那当时因为我们做科展的关系 跟他有合作 那他整理出了就是很简单的绿秀眼 也就是私似秀眼 那他分成了七种时期 大概名词大概就是朝前期 足朝期 大概就是说他比如说暴染期 就是他正在孵染的时候 那他把这些声音都录制下来 那这些声音我都听过了 基本上就是一般鸟叫声 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利用他的鸟叫声来分出他的时期 可能我要听得非常久 才会隐隐约约感觉有点不同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 会不会他这个声音 有办法用AI机器学习来辨识 所以才有了这篇题目的研究 那这里总共分了七个时期 那这个资料大概每一只鸟的资料 叫声的资料大概月30分钟 所以每个时期 他长短不一 所以我们大概统一会切大概10秒钟 一个就是300个time step 那录音的地点是在台中新社这个地方 因为孙先生那边有一个 自己的家后面有一个花园 里面养了很多的鸟 那鸟当然是野生的 可是因为它上面有label 所以他就会知道是哪一只鸟 所以它的data是录制了大概5到10年 是根据那只鸟从小到大慢慢长大 几只鸟有label的鸟 所以这个资料是非常的珍贵 所以我们研究的目的就是 第一个我们能不能利用机器学习 来训练出一些模型 比如说它生理时期的辨识 就是同一只鸟 它七种时期 我们有没有办法辨识 那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大家都知道鸟类声音的辨识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我能不能直接听到这一只鸟 就知道它是哪一种物种 比如说是八哥呢 还是绿秀岩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牵涉到一个更广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研究 大概耗费了三年左右 所以会有同一只鸟七个时期的分辨 跟不同种鸟的分辨 试图找出最佳的解决模型 那这是我的研究流程 那从左边的话是大概一般AI的sequence 就是问题资料的处理 预处理训练模型 那左边中间的部分就是我的生理时期的辨识 绿秀岩七种时期 右边的话就是鸟种的辨识 那这是未来预备用的模型 先给各位看一下整个流程 那接下来我就从生理时期辨识开始 那我们用的器材是当然一般笔电 那主要的计算全部是在国航中心台湾32号 因为这个即便是用GPU显卡 可能都已经跑不动了 尤其是那18种鸟类的模型 那个我们是下载非常fuge的data 大概是五六十giga 所以光那个资料量就非常大 而且你训练的时候是同时要吃进来 所以基本上这只客人的GPU是跑不动 所以我们是利用国航中心的这个台湾32号来进行预算 所以首先我们先看一下训练资料集 那资料集如果是18种鸟类的话 我们是从这个鸟类的网站 这个是free的网站大家都可以下载 所以我们在上面爬从了三天三夜 才把我们要的资料爬完 那为什么会花这么久呢 最主要因为我们怕这个短时间这个资料流太大 所以我们就用一点方法 就是隔一段时间才下载一条这样 所以时间拖蛮久 那这个就是这18种鸟类 大部分都是在国外在台湾的很少 几乎没有 因为它这个声音是大家都可以录制上传 所以它会分成ABCD等级 那我们挑的是A跟B等级比较好 杂讯比较小 好所以我们就开始进行资料域处理 那首先深文图 我们可以转成平谱图 那梅尔时平图是一个很常处理方式 通常我们在处理声音讯号的时候 还是常常会用到CNN卷器式的方式来辨别它的声纹 所以我们习惯把它转成平谱图 那这边是使用MFCC的方式 那资料预处理之后 当然我们就开始要把我们的资料切割 切割完之后 我们就要开始加上各种训练的模型 这个是我们的平谱图转换处 后来把它变成一个图像的结果 那我们用的是Convolution 1D-based model 这个卷积式的模型 那这个是一般图形在用的时候很常见 那我们就是把它用来做初步的声音辨识 所以我们输入的话 就是MFCC处理过的结果 然后把它当图片 然后按Sequence这样切入训练 那我们使用的网路有RNN LSTN 还有这个GRU这三个model 因为RNN这是很一般的 那可是RNN有时候会受限于时序的关系 因为我们大家知道鸟叫声 其实跟时间蛮有关系的 它其实前后的时间间隔 其实是会影响它最后T秒的时间 所以我们后来也考虑了LSTN 那因为LSTN算起来会比较慢 所以我们也考虑比较快一点的方法 GATE的这个Neural Network GRU 那最后我们还会用到Attention这个机制 因为Attention这个方法是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鸟叫声 其实很多时候那个声音其实 就是鸟叫了之后它其实是会停下来不叫 所以它会有空白的地方 所以其实空白的地方是不需要学习的 所以这时候我们就思考一下它的实际的状况 所以我们就加入Attention的机制 那这个是我们训练模型的model 那我们会切一些Timescape 然后再用Average Pool的方式 来做这个Pooling 然后最后再降维 然后中间会接上我们的model 有的是LSTN 有的是GRU 有的是Attention 那这边就是示范一下我们测试的结果 如果是鸟类胜利时期的话 红色的话是Validation 蓝色是Train 所以我们先Train一下 然后再去验证 那会发现这个LSTN 其实在64的时候还OK 可是它到后面收敛并不是很好 那128的话就不是很好 所以后来我们就改换GRU GRU其实它的验证到最后也不是很好 效果不是很好 所以最后我们就考虑再加入Attention 结果到Attention之后就会比较稳定 所以最后我们训练出来模型是这样 LSTN如果N是64的话 大概是49% 49%几乎就等于是拆的 那LSTN大概128的话是56 那在GRU是85% Attention就到95% 所以这个Attention就获胜 那我们做一下Confusion Matrix 我们发现对角线其他的判断都蛮好的 并不会说误判的结果 误判的结果比较少 好 那这个 这个就是Convolution 1D Best Model 那接下来我们还有用Transformer Transformer这个东西是非常强大的 所以Transformer我们再加上Attention 基本上就是一个威力非常强大 那我们把这Convolution 1D 这边把它Fear forward network 我们把它换成我们的Convolution 1D 然后一样进去做训练 结果我们发现 我们经过这样处理之后 这Transformer进来之后 这个辨识的结果 那现在到了鸟种的辨识 刚刚那个18种鸟种 因为鸟类声音已经做完了 同一种的做完了 现在是18种鸟种辨识 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加入Convolution 1D 这个效果会蛮好 大概最好可以到79% 那如果Convolution Matrix进来的话 大家会看到就是效果还是不错 可是还是会有一些旁边些许的例外 这个后面会说明 所以我大概这边简单说一下 我们生理时期辨识的结果 是91% 97% 这个就是说我们一把BERT 放到生理时期的辨识 所以它的效果会更加提升 那在鸟种的辨识方面 在生理时期BERT进来是97% 那这些辨识完了之后 我们就想用视觉化的方式来看 所以我们用TSEN来看它的视觉化 结果发现我们这个分群 都可以分得很清楚 所以相同的鸟种它几次 同一只鸟它七个时期 大概都还分得出大概是什么时期 这个就比我们人耳来听好得多 那加入Attention之后 这个是我们想知道Attention 到底有没有抓到它的声纹图 所以我们就仔细focus那个条文 发现声音强 比较强烈 讯号比较强的地方 它都有接触到 所以最后我们机器学习面临的问题就是 监督室学习它会跟它的资料及大小品质 便宜有关 还有我们会遇到一些标注的问题 因为如果很多只鸟一起发生的话 所以结论我们在不同生理时期 发出不同名声 这个是被判断出来 可以到达97% 那再来鸟类的名称跟自然语言的相似度极高 可以到79% 然后最后我们讲一点亚种 就是我们后来发现 有些地方为什么它还是辨识蛮高了 比如说加麻雀跟麻雀 结果我们发现原来是它只是亚种而已 所以它也许亚种也许只是外观不一样 可是它叫声是相近的 所以我们的发现这个对生物的演化上 分类上应该有一些重要的研究 所以未来展望 我们会希望比较不同的物种 建立亲缘关系 甚至把这个方法扩充到不同的动物身上 或者增加鸟类医学资料集的建构 那这是我们的reference 那这个作品得到第19届望红科学奖 然后我们感谢教育部 师大这边的计划编号的补助 还有教育部AI人工智慧的计划补助 还有望红财团精进会的计划补助 这是我的报告 谢谢大家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谢谢李老师的报告 我觉得要做这样的研究非常的不容易 而且耗时 下年还要到各个地方 所以不知道再之后 赛会场的与会来宾们有没有什么问题 想要问李老师的 请问有问题吗 李老师我询问一个问题 好的 因为我看你分那个七类 其实可以把鸟类分的 它的声音分的七类分的 蛮清楚的 是的 那我比较想了解就是在沟通这个部分 可不可以再请您多说明一下 你们怎么用机器学习去判别鸟在沟通这个部分 沟通的话 最主要我们是有利用attention这个机制 所以attention这个机制之后 你看一下这个几个模型 LSTM其实效果是不好的 所以到了GRU 有开始考虑到前后的sequence 这样就开始不错 最后attention进来之后就到95 可是这时候如果我们再把BIRT的方式放进来 可以到97 所以代表其实它还是蛮需要 比较大的资料结构 去attention每个sequence的所有表现 那这样的话计算就会比较精准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跟自然语言蛮像 就是我们听一个语言可能听不懂它讲什么 可是它还是有它的结构在 那它就根据这个结构来做个判断 做简单的分类 可是我们不是鸟 所以也实在是不知道它这个叫声的意义 这可能是靠生物学家来判断 是 感觉出来非常的困难 对 可能真的要非常爱鸟的人士 才有才有办法持续花很多的心力在做这一块 我觉得非常的棒 也是非常好的研究 那我们谢谢李老师 那我们试试第二篇是A68号的 是由高师几何的角度说明测地线 那这个也是李老师报还是有另外一个 我的学生 那个佳恩进来了吗 进来了 好那你开始吧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